各位《大公報》的讀者,大家好 又輪到陳炳安和大家講波經的時間 來到世界盃決賽週的第四個比賽日 亦是11月23日 總共有四場分組賽上演 包括德國、西班牙、克羅地亞、比利時等歐洲競女 亦將會先後粉墨登場 大家今天看波真的要充定杯茶,慢慢享受 講回今天這四場分組賽中 我比較會留意德國對日本的這場賽事 原因只有一個 日本始終都是亞洲球隊 我們都希望亞洲球隊在今屆的賽事 或者可以為亞洲球隊爭取好的表現 事實上在早前,包括主辦國的卡塔爾 伊朗等等都可以說成績都很令人失望 日本當然我們都希望它為亞洲球隊可以爭一口氣 但是德國隊其實他們在這場比賽 我覺得他們勝算相當高 原因是他們陣中 包括門長是紐瓦 中堅是魯迪格 湯馬士梅拿 還有根杜簡、金美智這些球員 我們都知道他們分量有差不多的 只不過德國當然有它的弱點 前線欠缺了一些數戶的人物 特別在這幾年 但是看回他們陣中一些中前上的球員 包括基拿比、利萊辛利和夏威斯 其實都有一定的份量 只不過你要他們在大賽中爭取好的表現 有時就未必有這麼穩定的演出 但是整隊球員 實力也仍然凌駕於日本隊之上 從事德國隊雖然現在都不可以說是歐洲一等一的勁女 但是對著日本隊仍然是勝算高很多 加上其實日本隊 今屆有一件事值得我們留意的 就是門將的川島永治 中堅的吉田麻雅 一隊左右閘場有有刀走井運樹 都真是老將到不得了 亦都反映到日本隊的防線 確有不足之處 雖然這場球 我就肯定會看好德國 但是亦都希望日本隊可以打場好球 好了,這場的分析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開開心心看好球 拜拜 上一陣子 快了 在С